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登山宝训的另外一个议题 也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 就是施舍 做好事 做善事 当你做善事的时候 很多即便你不是基督徒 大概都听过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 也就是说你不要做了一点好事 到处去讲 弄到近人皆知 然后每个人说那是个大善人 他说我们就算你这么近 左手右手你做的 不要搞的全部人都知道 连右手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讲说 基督徒喜欢做一些 我们该做的行善的事情 却不愿意宣扰不愿意大肆宣扰搞的报纸也来登 我要做一点好事先通知记者大家都来拍 基督徒不干这样的事情 那很多人讲说就是因为这样你看 别人都看不到你们做的啊 别人看到都是别人做的 但是关键在主怎么看这件事 而这一段教导里面有两个字是关键 那所以我做好事的时候 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因为我一旦让别人知道的时候 我就没有祝福了 所以我就刻意不知道 我刻意用无名事 我刻意用隐名的人 我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 也不必做得那么极端 那么这里面的那两个关键字是什么 我读给你听 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故意这两个字真的很重要 你知道今天这个世代里面 这是一个传媒的世代 很多的时候 我们讲说基督徒你们做了一些好事 你们也应该让别人知道 为什么要做得好像我做坏事一样怕别人知道呢 如果别人知道了可以起而仿效 为什么不好呢 可以起一个带头作用 让更多的人一起来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有需要我捐钱给他 如果这样的好行为让更多的人知道 不是有更多的人愿意一起来帮助他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要就是不敢让别人知道 其实不是 不是不敢让别人知道 不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而是不要故意让别人知道 故意让别人知道 不是为了说那你们要不要也来做一点好事 而是说让别人觉得 我是大善人 圣经上讲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得到你的奖赏了 那个奖赏就是别人说 哦哦哦哦那是大善人 其实关键在这里 你知道上帝在讲的不是说 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上帝在说的圣经在说的 耶稣基督在说的是 我的动机 当我做一件好事的时候 是真的因为我爱他 我怜悯他 我愿意给他 还是我说 现在有没有人看到 现在摄影机有没有在拍啊 拍的时候让别人看一下 我的动机是什么 每一次面对生命当中 我们为别人做一些事 可不可以单单只是因为爱 因为爱所以怜悯 因为爱愿意给 因为爱我愿意付出 别人有没有看到 都不重要 因为我单单是因为爱 愿意坐在他的身上 求神帮助我们 再说不是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而是不要故意 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 感谢观看